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耶稣永远是我们的盼望 有耶稣与你同在 你就知道你这一年 一定是能保守而能祝福的一年 上帝与你同在 好 我们今天呢 我们还有两天的时间 我们把诗篇106篇 把它读完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 开始读新的一卷书 就是约翰福音 那我们感谢主 那这个诗篇从第一篇一直到 106篇 我们也花了大概三四个月的时间 弟兄姐妹感谢主 这些诗篇都是非常的美好的 带着伴随着我们 走过人生的高山 也走过人生的低谷 那今天呢 我们要读的是106篇的 三十四节 三十四节 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 三十四节 他们 这以色列人 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 那当然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进入 这个迦南地 就是他们应许之地 神带领他们 这个经过旷野 这前面的一段 在讲他们的旷野 现在他们进入了迦南地 上帝给他们一个命令 就是要他们完全的毁灭整个迦南地 所有的文化 所有的人 所有的文化 甚至建造的诚意 什么通通都要毁掉 那弟兄姐妹 可是他们没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灭绝外邦人 三十五节 反与他们混杂相合 学习他们的行为 侍奉他们的偶像 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络 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 留无辜人的血 就是自己儿女的血 把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 那地就被血误会了 这样他们被自己所做的误会了 在行为上犯了邪影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 向他的百姓发作 那弟兄姐妹 神为什么要毁灭迦南七祖 那其实亚伯拉罕在 在五百多年前 甚至更早以前 他们就 亚伯拉罕就已经来到 来到这个 这个 迦南地了 迦南地 可是神那时候并没有 要毁灭 要把迦南地的七祖 统统毁灭 因为 因为做什么 因为什么 因为实在神是容忍罪人 那 是神爱世人 那这些人 他们犯邪影的罪 那上帝呢 期待他们会能够改变 那所以神一再给他们机会 几百年生 还是给他们机会 希望他们能够改变 那他们到底是做了什么东西 那么惹上帝的愤怒 那弟兄姐妹很重要的是 那当然他拜偶像 那其实神在这件事情上 还没有那么那么严重 因为他们没有福音嘛 没有先知 进到他们中间 他们没有启示 所以这一点上帝还可以容忍 但是他们因为拜偶像 就带来了一些错误的东西 譬如说他们献儿女为祭 那就流了无辜人血 你想一个这样邪恶的宗教 在那个地 这样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人七祖都是这样拜 他们杀自己的儿女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哪有这么 为了要得到这些偶像的祝福 他们连儿女的生命 血都可以流 那你想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人 神怎么有办法容忍他们 所以弟兄姐妹 就知道为什么 神就要叫他们毁灭 所有的 所有的 这个 这个迦南的七祖 迦南七祖 那这个神的百姓 有没有这样做呢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他们没有这样做 那结果呢 结果以色列人就陷入那个网络 那其实弟兄姐妹 神并不偏袋人 不管以色列人都是神的拣选 或者怎么样 那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落在罪里面 我们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那所以你看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 他们为什么要在旷野 经过四十年 弟兄姐妹 这四十年 一方面就是要来造就 来上帝 要来转变这一整个民族 让他们成为一个敬畏神 并且单单的敬畏神 而知道神的法则 而能够单单敬拜神 所以弟兄姐妹 你看见 那一个世代 就是出埃及记人 那一个世代的人 通通都 二十岁以上的男人 通通倒闭在旷野 在那四十年 新的以色列人处置起来 新的一代起来的时候 上帝才把他们带进迦南的美帝 那就吩咐他们要做一件事情 毁灭 所有一些上帝所不喜悦的 这一群的人 那当然他们没有完成 没有完成 这边告诉我们说 他们反倒去爱他们的 爱这些人的偶像 受他们的影响 拜巴黎行邪印 杀这个不公不义 那最后他们也跟他们 这个所做的都是一样的事情 结果罪恶隐瞒 那以色列人也一样是被吐出去 为什么后来以色列王国 为什么被分散到列邦去 咱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 跟迦南人 他们效法他们 做他们所做的事情 所以家人所遭遇的事情 以色列人照样遭遇 甚至更 他们遭遇的是更惨的事情 那弟兄姐妹 虽然这个四十三节说 上帝虽然屡次打救他们 他们却色谋悖逆 因自己的罪孽 降为悲响 那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圣 今天我们活在信念里面 我们一定要认知 罪在我们生命里面是多么的可怕 他带来的就是让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尊贵和荣耀 那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罪 今天我们所有的罪 耶稣都已经替我们承担 但这并不表示说 所有的罪 那我们以反正罪 各个赦免 我们可以任意去再去犯罪 那弟兄姐妹 不是的 保罗说我们可以这样做吗 他说断铺不可能 为什么弟兄姐妹 罪所带来的那个结果 不一定就会过去的 神赦免了大卫 他犯的监影 赦免了大卫 杀了人 但是弟兄姐妹 你知道神赦免他的罪 可是他赔上四个儿子 最后在亚沙隆的叛逆的过程里面 神虽然救了大卫 可是大卫却失去了 他最爱的一个儿子 就是亚沙隆 他痛哭在众人面前 那次得胜的时候 他痛哭在人的面前 他说我儿我儿亚沙隆 我儿我儿 巴不得我替你死 因为他知道 他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因为他从罪所带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保守我们 要看见神对罪的感受 神对罪的认知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 保守我们 让我们能够活在上帝的恩典 跟祝福里面 记得罪所带给我们的 就叫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尊容 罪带来就是叫我们受到羞辱 这样带我们进入许许多多 无尽的苦痛里面 弟兄姐妹感谢主 当然我们犯罪怎么办 只有一条路 赶紧的回头 弟兄姐妹记得回头 然后求神 使命 我们认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使是公义的 不要圣明我们的罪 但是不要忘记 耶稣对那个犯罪的女人 耶稣说什么 我也不定你的罪 但是耶稣 祝福他一件事 不要再犯罪 哇 弟兄姐妹 上帝祝福我们 让我们今年从年初到年尾 每一天我们都活得 让上帝的心喜欢 别忘记 多做上帝所喜悦的事 你这一年 一定就活在蒙福 蒙爱 蒙恩宠里面 阿们